台湾之前遭遇史上最大的沙尘暴袭击 许多人都戴着口罩出门 事实上空气品质不好 连宠物都会受到影响 医生就提醒四组应该要减少带宠物出门 以免发生严重的过敏情况 如果发现家里的狗狗会一直抓养 猫咪的外耳脱毛或者舔掉腹毛 就表示它可能已经有过敏的症状了 得赶快带到兽医那边去治疗 兽医师则呼吁如果狗狗感染酵母菌 可能会出现喘不过气咳嗽等症状 台湾就曾经出现犬只感染霉菌导致肺炎 因此如果听到猫狗发出像是咳嗽一样的声音 就要尽快就医